看懂新闻了解真相 又到了天高海阔的时间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 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新闻 以及它背后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现实 最近大家比较热门的话题都在讲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那么谈判是一轮接一轮 那么不同的信息每天都在各种媒体上 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么一会儿说美中双方有很多门槛过不去 一会儿说双方已经接近达成这个协议了 特别是那位大嘴巴的川普总统 一天到晚说美国要如何如何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 但是这个协议就是不见来 在大家关注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迟迟没有结果的同时 其实大家忽略了两个新闻 一个新闻就是川普的国庆之文 可能有人说我看过了 但是你又没看见川普在国庆之文里面 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美国永远不搞社会主义 也许你认为好像这没什么新鲜的 或许是因为美国的政坛上出现了很多 比较激进的左翼的政治人士 要奉行社会主义的这种理念 那么所以川普告诉全美国人民说 美国绝对不会搞社会主义 并且川普特别还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中美洲中南美洲的这个委内瑞拉 从一个民主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后 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以及民生状况的变化 但是我们在看川普这个国庆之文 讲到不搞社会主义的同时 我们还要看到最近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 把习近平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的一个讲话 在媒体上公布了 这个讲话里面习近平讲了一段话 说中国永远不会搞西方的民主宪政 也不会搞司法独立 表面上看这两个新闻好像没有任何关联 其实它跟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也可以说我们看到这两个新闻 我们就知道美中贸易谈判的现在以及未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川普所说的不搞社会主义 跟习近平所说的不搞民主宪政 不搞司法独立 其实这是两个社会政治制度的对立 其实我们看到美中双方现在的这个贸易谈判也好 在很多领域的一些争端也好 并不是中美双方两国在单纯的经济领域上有什么矛盾 它更多的是体现了两个不同意识形态 不同政治制度的两个国家 在国际政治格局当中争霸所处的地位 那么所以川普说了我们不搞社会主义 习近平说了我不搞西方民主宪政 那么这就决定了美中双方未来 两国的关系的定位从哪里开始 就是两个国家政治制度不一样 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不一样 两个国家的社会价值道德观不一样 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两个国家 未来会在经济领域里边 在外交领域里边 或者在其他领域里边会成为一个盟国吗 会有共同的核心利益吗 很明显是不会的 所以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起起伏伏 这么多波折 正好说明了这两个国家其实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不一样 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判断不一样 导致了两个国家未来在很多领域还会有继续的斗争 那么所以这是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 无论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可以预见美中双方在未来的外交关系上 经贸关系上 以及在这个军事关系上 都会处于一个经常出现对立这样的一个现状 那么所以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出现很多波折 我们就不奇怪了 所以我们看两个好像不相关 两个好像不起眼的新闻 其实它告诉我们说 美中双方的未来会以什么样的常态来衡量定位两国的外交关系 跟其他领域里边的冲突跟矛盾 如果大家喜欢看看懂新闻了解真相这个栏目 大家可以到YouTube上 天高海阔张修杰这个栏目里面关注我们的话题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